全國的同盟大家好 我是冠同投顧魏明玉宇 歡迎收看今天走向呼籲 那在昨天全球的股市的一個狀況 包括像在昨天歐美股市都是形成一個同步的大漲 那尤其包括像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昨天收盤是收漲一個106點 然後它的高點來到18,09點 那以道瓊指數的一個形態也是創下最近這9個月以來的新高點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以歐股的部分 在經過連續幾天的一個壓回之後 昨天也正式形成一個叫指紋的一個上漲 那當然的話歐美股市的一個大漲也連動 今天包括像雅股台股都走一個叫同步的一個開高走高 那尤其今天這個台股的一個形態 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以今天台股 早盤一度開盤是開漲一個35點 然後最高來到這個8743點 一樣是創下近期的一個波段的一個新高 那創高這個8743點的一個後續 那由於就是說 以在早盤 這個一些重量型的一些全職個股 包括像這個台積電的部分也是油紅 然後一度翻黑 然後是包括像 紅海今天也是做到油紅翻黑的一個形態 然後再加上包括像一些平蓋個股 古王大立光也是油紅翻黑 然後甚至包括像 F凱勝 這個跌幅很滿深 這是包括像平蓋個股 這個做平蓋的一些前方個股 包括像這個飢渴的2474 平蓋個股 可乘 一度都跌了8%多之多 那當然我想 這些具有這個全職性的一些個股 今天在做個殺盤的一個形態 那引動今天這個台股 形成一個叫油紅 創高之後的油紅翻黑 那當然的話這個油紅翻黑 包括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會引動一些全職個股 的一個殺盤 我想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還是都落在明天 那明天即將展開這個 這個月份 四月份這個台子期的一個結算 那以現階段到昨天為止 這個外資在台股這個台子期來講 它的一個淨多單的一個部位 有高達四萬三千多張 四萬三千多口 那變成說今天的一個形態 雖然是明天是結算日 那變成說以今天來講 外資已經有這個叫做提早 做一個結算的這個跡象 那今天也同步 透過這樣子 針對一些全職個股的一個賣盤 變成說也引動 這個台股形成一個叫 開高走高創高之後的一個油紅的翻黑 那翻黑後完之後 我想到10點鐘這附近 又一度又翻紅 那現在又打到黑盤 那現階段都是處在一個平盤的這個附近 來做個游走 那尤其以今天這個台股形態 就是說 找盤一度形成一個叫創高之後 然後又站上這個這個月線 那現階段都還是處在 已經連續四個交易日 都在這個月線的這個附近 來做一個來回的游走 那變成說針對後續一個整個盤式的規劃 我們依然還是延續之前的一個看法 還不做改變 就是說以現階段這個台股大反彈 都還在走一個叫做右肩的一個反彈 右肩的一個反彈 就是來做一個最後一波的逃命的一個反彈 那既然它叫做右肩的一個最後一波的這個逃命反彈 那各位你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當然的話我們會聚焦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說各位你是屬於一個叫高持股 你的持股比重 至少就是說你的檔數至少超過五檔以上 然後你的持股七成八成的一個持股比重的話 你在這個階段點 你趁這個台股還在延續 因為畢竟今天還做一個創高的形態 趁它在走一個叫做右肩反彈的這個當下 各位你要好好檢視各位你的一個持股 那變成說趁它在走一個反彈的這個當下 把你的一個持股 資金比重 來做到一趟壓縮的一個形態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既然它在走一個叫短多延續 那當然的話你在這個階段點 都還是一樣持續性可以跟著 歐老師我們來針對一些具有成長性的一些攻擊型的一些個股 繼續在這個階段點 跟著我們一路把這一波的這個右肩反彈 做到最後一個階段 那變成說 這個盤 既然我們稱之它叫做右肩反彈 那變成說如果說 後續它的一個反彈的一個弧度 不符合我們的這個預期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提供給各位的一個操作策略 第三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反彈如果說不符合我們的預期 甚至就是說已經做個提早告個段落的一個形態 那我們就會針對在下一個階段 我們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避險的一個卷空單 我們會隨時在它反彈結束 這個做不如意期的那個當下 我們會立即由多轉空 然後進行這個下一個階段的這個避險 眷空的這個動作 那當然這一點 已經相關現在逼近這個時間點 那就請各位做個密切的一個留意 好那真的就是說 以在目前這個節約點維持短多 那短多延續了一些個股 那我們在下半段的時間 再來跟各位做個鎖定 做個推薦 我們先休息一下 萬通國際戰勝股市 服務至上掌握趨勢 先買再賣 先賣再買 多方空方皆是銀方 萬通國際為您把關 創造財富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好那針對進行 你在這個禮拜 你可以跟著我們來做個鎖定操作 這一短多的一些個股 那為了說我們是延續 我們在昨天 昨天我們在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推薦三檔這個標的 那我想以設三檔標的 我們還是不斷跟各位強調 我們買只會買一些叫攻擊型的一些成長股 那所謂的一個叫攻擊型的成長股 第一個你一定要符合 今年度未來的一個營收獲利的一個狀況 會比之前去年 甚至包括前幾個月的一個狀況 還要好的這種所謂的一個叫成長股 那尤其就是說符合一個叫攻擊型的個股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這些個股它的一個股價的一個表現 都會形成一個叫不斷的做個創高的這個形態 這個標的 那才是我們在這個接觸點要實現 既在上個禮拜我們帶給各位包像文創的 像是8446的這個滑岩 我想這個都是在做個履創新高 那甚至包像工具機1527的這個賺權 在上個禮拜給我做個創這10年的新高 昌泰到今天 我們目前的收盤價都還在做一個實現創高的這些標的 那我想這些標的我們賣掉之後 在這個禮拜我們就特別幫各位去鎖定三檔 那第一檔標的就是這個 一樣是屬於文創做遊戲軟體的一檔各國 那6月6111 大椅子這樣標的 我想以大椅子這樣標的 後來說我們在昨年怎麼樣跟各位做一個推薦 我想以大椅子 它去年的獲利來到3.82元的一個EPS 變成說它是最近這五年以來 第一度在去年由虧轉移 那尤其今年度這個國際的這個電玩展 它已經虧別了八年 八年都沒有參展 然後在今年度也首度參展 那尤其就是說 以大椅子它今年度 它主攻這個虛擬實境的一些遊戲 那包括就是說 它包括它的一個自製的遊戲 甚至包括像授權的遊戲 今年總共的高達12款是多 那這12款的這個遊戲檔的話 會造就大椅子 就是在今年度整個一個營收跟獲利的狀況 都還會比去年的一個EPS 第一度優虧轉移 近五年來 第一度優虧轉移 今年度還會持續性的一個擴張 那變成說 以它最近在加入這個 所謂的虛擬實境VR的這個相關的一些 遊戲的一個推出 都會造就後續整個大椅子 變成說它整個營收跟獲利的狀況 在今年度都會形成一個 叫大躍進的一檔各國 那我想以大椅子 經過前波創高到130幾塊錢之後 做一個回測 那這一波回測 也回測到這個季線有手 季線有手 那現階段再走一個叫做 溫和的一個放量這個階段點 那歐老師我們希望各位你在 近期針對一些個股的一個操作 你不需要去用追價 你就去做到趁它無量的時候 盤下你去做到一趟買進就可以了 不要去用一個追價的一個形態 因為畢竟現階段是在走反彈 不是在走一個叫主升 那當然的話 就以一個大盤處在一個 叫做反彈的這個當下 你鎖定操作的這個標的 你就鎖定好 趁它量縮而價穩那個時間點 去做切入就OK 那包括像以今天這個大椅子 我想今天盤裝一度也漲了一個6%多 那現階段還漲一個4塊錢 我想這檔標的都相當符合 我們具有這樣子叫做 攻擊成長性的這個個股 那我們也在甚至在昨天 也帶著我們的會員們 來做到鎖定的切入 那另外我老師 我們還特別幫各位鎖定兩檔 包括像做這個公控半導體經驗的 這個5289的儀頂 我告訴儀頂 它去年度的EPS是來到9塊2 9塊2 那營收跟獲利在去年都是同步 創下歷史新高 那變成說今年度至少獲利 超過一個股本做的起跳一家公司 那就技術性 它已經經過歷經兩個月的一個平台的整理 那現階段就只勸東方 守住它那個季線的後續 只要形成一個叫放量 就可以來就突破它這個平台的高點 123塊半 那當然現階段我講 量還沒有出來之前 那你趁它形成一個叫量說而叫的那個時間點 都會是各位好好跟著我來做 這最後一讓這個短多一個時間的一個 絕佳的一個時間點 那另外一檔是 做太陽能晶演的這個 6488的環球晶 環球晶在去年的EPS來到5塊8 那現階段 股價也歷經整個ABC的一個回測完成 現階段這個底部已經打出來了 那目前一樣在盤下做一個游走 那盤下無量當然的話 都會是各位趁壓回 來做到一趟大錢便宜貨的一個 絕佳的一個時間點 那當然今天我們就幫各位去聚焦這三檔 包括像大宇治 包括像5289的這個宜鼎 甚至包括像6488的這個環球晶 那一樣提供給各位 就是帶各位在這個禮拜 我們去持續性打正我們這個叫 舟舟鑽石帕的一個獲利目標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告個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明天再見